大家好,我是五仔 这一节跟大家讲一下 吴艺将近期很厉害 走到登台说粗口 好像很凶,爆了气 另外还有一宗轰动的新闻 原来的心脏差点搞定了 血管有些问题 血管撕裂 哇,很厉害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广播 我们这一节 吴艺将就会讲一下他的近况 已经61岁了 保持得挺好的 有健身也不同 大大旧 61 还保持到这样也OK 一直都是差不多一款 他没什么老态 连他样子都差不多 肥仔底 他以前没那么变态 是的,他拍了几部 人家觉得他做奸好看 拍下又差点 拍下又差点 我记得他以前在无视 有做过警察 真可憐 搞搞下变态 专做变态 是的 是的 他有几部很变态 丧波 我喜欢看刘德华那套 《龙在江湖》 一刀斩盲了他的眼睛 然后找他的儿子报仇 那套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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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很喜欢看刘德华 有他这么奸才能配起主角 他真的在台上发惡 演古靴仔 演到真的是古靴仔 不奇怪 有几个真的是古靴仔 爆粗挑衅 叫观众上台 怕你啊 我现在觉得他好像忌安 伴虎的一款 伴虎化 本身有很多气露 搞搞一下就专演 凶残黑社会 大佬 变态色魔的反派角色 但他的样子很像警察 他长期的头发都很像警察 只不过他做的表情 他够大旧 对 做恶人就好些 让瘦的可以打低他 香港就没有那些 The Rock那些 The Rock那些一出来 一定是做收数 做黑社会大佬 打手那些 真可憐 练胃没有好处 是自己的 但他竟然 心血管撕裂 不知是为什么 慢慢看一下那些新闻 他跟他妻子很甜蜜 我们接下来也有一条 专讲他妻子 他妻子也有很多话说 那 不是像 跟他妻子很像老公 但他上来也会吓人 说他有大佬风范 近日不是像在大陆登台 竟然当众和观众聊聊 现场拍到的影片 说来龙去墨给你们听 以一身黑色打扮登台 一念凶神恶杀 就行前观众 眼神凶狠挑衅台下观众说什么 什么呀 你说话呀 上来呀 怕你呀 上来呀 你老母 这个不是张说 上来呀你老母 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然而不是像发恶 台上工作人员台下观众 反而相当冷静 不要受惊 不是像说完这些东西之后 突然间一秒就笑了 笑得又很和 原来说他是专专扮恶的 展示恶人演技 对我只要 嚇得我 以为是凶观众 六十多岁人也不会 假扮 他说怎么样 影片拍他 台上摆动下身 然后就说 是不是 常常以为那些强奸犯 那些男人最喜欢看的 看人家强奸人 对不对 对不对 全场观众欢呼 不喜欢看的 其实 但是会刺激 看什么时候有英雄救美 一向都是想看的 但不是 他觉得是 有些人觉得 对呀强奸 有人就指着 不是像说 你行不行啊 不是像 就立刻说 我丢你 就是这样 他说粗口 我丢你 他就说 个个都变态 跟我一样 但是我喜欢啊 哈哈哈哈 神经病 内地的观众 对吴迷将 粗犷的一面 相当受落 他早前 其实是 陷将是险死的 吴迷将 你不要看他大大 可能肥肉多 还有那个人 激动演戏 有机会是 鼓爆 血管撕裂 血流丸 情况 都要做手术 医生说他 吃得烟多 喝得酒多 吃得太甜 和多油 就会引到主动脈 血管撕裂 刚才所说的 吃烟喝酒多糖 多油就是 高血压 医生说 高血压引起的 不是像 几年前 2016年 现在是二三 都成七年前 医生说 急性主动脈 血管撕裂 医生解释 心脏内 主动脈 输血那一条 分析过 透过分支 输血到身体各部分 他那些东西 看到 血管壁有裂口 他可能会爆血管 会影响大动脈 输血 即是怎么 死 爆血管还不死 心脏爆血管 突然搞定 他说 病因 刚才所说的 就是高血压 严重高血压 急性入院 他最初二十四小时 治疗黄金期 医生说最重要 跟他做一个外科手术 当时做了外科手术 帮他换了个人造血管壁 不过做完手术 他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 控制血压 所以他不适宜 爆一句 分钟会死 有压力 演戏是伤身的 后来就渐渐稳定 他什么事呢 原来他进医院之前 他的胸和背很痛 去看医生 医生跟他照 照就 不错了 然后转去公立医院 公立 转去公立医院 因为他其实有做 可以身体检查 查过没有东西 突然间要进医院令他很担心 没有东西还没有爆出 你有那些因就有那些果 刚才说的 吃烟喝酒 吃甜食 吃肥腊 吃肥腊 他那时候查过没有事 做戏做过一轮 喊过一轮 容易爆 这些 这些人 做什么 本来很少说他 他原名不是叫吴迷将 叫吴彩南 什么都做过 他说他是商人 看网络 应该有做生意 亚氏无线都签过 90年代开始拍电影 82年加入亚氏 1995年转头无线 05年离开电视台 没有再回去 原来在电视台做了10年 不是将 淡出电视圈 去到中国大陆电影界发展 原来在89年才改名 还不是将 以前 以前入行的时候 还是叫吴彩南 是这样的 他说 当时 亚氏电视行政方面 改组任职电视台的形象顾问 有一位女儿 叫刘天兰 看好他的前途 但是他的名字本身太柔弱了 彩南 很柔弱 他建议吴彩章 选择个中意的名字 走去找师傅改名字 吴彩章 曾经是香港明星足球队 队员 吴彩章 原来他本身是澳门人 真的不知道 在澳门 他父母做渔民 他小时候 他在香港深水堡区 长沙环 蘇屋邨长大 当时 读中学的时候 就是南球队代表 整天都出去打球 家境的问题 原来他中学没有读书后 1979年代表过甲组职业足球队 当时有一队叫保鲁华 踢中锋 职业足球员 但是因为没有发展前景 他原来是长期做后备的 不能踢正选 他是中锋 帮人练球 不能出场 就退了 以及意外断了脚骨 当时已经有很多仇上断了脚骨 要长时间康复 有职业球员 就转了做光华康体会足球队业余 踢业余 之后 为爱情 考过消防员 又考过海关 可能他们那些地方有宿舍 有屋住 海关训练学校受过训 做了两年官员 不是将 你不要以为他是贼 他做过纪律部队 有一次他看到 有艺劇园训练班 他本来想读 亚视电视的武师训练班 后来原来报错了 报错了 戏剧班 算了 做了艺劇园 同期 原来有黄秋生软情丹 是他的同学 不艺将 是亚洲艺人身份出道 签约基本暴头艺人合约 1983年 拍了一套 叫做 咸鱼豆腐白菜仔 是男主角 来的 那 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有打架 做了艺人 做了男主角 那时候 在月祖足球队 在月祖足球队 和警察球队的成员 成员 被停赛十场 他是打架的人 这个人 有料到的 你不要当他流 真的打架 警察都这么打 是啊 警察球队 警察都会打 不艺将 入了亚洲电视 当时是电视圈的黄金年代 有些 有些 呂仲賢 张家辉 洛达华 那些都是出名的小生 原来 其实不是以前 八九十年代 都是用英俊 俊朗的 当红小生形象出现 那 无线 也是做一些一线的角色 八十年代 亚洲小生之一 在无线也是做主角 他在亚洲做过很多男主角 但那些没人看 1994年 无线的小生 赚到钱就走 吴惠将 就和王秋生 张家辉 刘青云 吴振宇 刘石明 温兆伦 何宝生 就成为无线 算是当家小生 那时候他们 也有排名 那些人 他那级数 王秋生和他同期 张家辉 对 张家辉那时候 做奸子 吴惠将 反而做忠 那 说他上次的病 其实已经没事了 说了他的 厉害 原来吴惠晋 有两段婚姻 前妻马来西亚 在澳门 做酒店行政 在1991年 不是跟前妻生了女儿 叫吴正思 最后1996年离婚 2000年 正式完成离婚手续 就娶了第二个 就是香港小姐贵君 唐丽球 第二任妻子 1984年 香港小姐贵君 93年拍拖 耶耶耶 03年结婚 婚后有个女儿 叫吴子稀 喂 她和她老婆1996年離婚 但是她和她现任太太 1993年拍拖 当中是一脚踏两船 有三年时间 不讲不知道 看到 拍过的剧集电影 不计其数 你自己在维基 就知道 多到说不完 只是电视剧都 哇 电影拍了黄金时代 所以她拍了很多很多部电影 接近100部 有 接近100部电影 100部电视剧 100部电影 所以她拍了很多部电影 看不出她那么红 她 量产高产 又试过 2012年她被入选阿士伯人 其中一个 始终是做过小生 后期也没有消失过 继续活跃 今次这件事 她扮演的事 但其实你 听完她的事迹 你也了解多了她的人 那些 伤心 那些 那些 坏习惯 还有 情绪也很重要 但她不重要 她照玩 可能换了一支 人造的 不怕 不知道她怎么想 健康最重要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谈其他新闻 拜拜